1月26日,正在失控的鸿海和中东局势,直接加剧了对全球经贸的威胁。 Flexport最新数据显示,超过500艘原本要穿越鸿海的集装箱船已改到前往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约占全球集装箱运输能力的四分之一。 运往欧洲需增加10到14天,运往美国需增加8到10天,而运输成本已达到正常水平的两倍多。 与此同时,在美英袭击的步步紧逼之下,继伊朗相关人士已在上个月就表示,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和其他水道面临关闭后,本月的多方消息表明,胡塞或正在考虑实施一项名为阿克萨三角,旨在关闭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中东三条主要水道。 而一旦如此,则意味着,全球至少25%的贸易面临停滞。 这将使美欧多国2022年上演过的恶性通胀卷土重来。 截至1月25日,至少900万桶运往欧洲的沙特和伊拉克石油正在红海停滞。 并且,这似乎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此之前,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的121英里长的苏伊士运河,每年超过25,000艘船舶在此经过,跃占全球贸易的10%。 而截至2024年1月初,苏伊士运河红海入海口的集装箱船数量比前一年下降了90%。 与此同时,每年价值约1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额,数十亿吨货物需要经过14英里宽的曼德海峡,其中包括全球海运石油的10%,每天约600万桶石油,以及约5000万吨农产品。 而宽21英里的霍尔木兹海峡,紧邻伊朗,是全球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最活跃的通道和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瓶颈之一。 每天海运液化天然气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每天海运石油量约占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35%,约占全球石油总量的20%,每天至少高达约2100万桶石油经过于此。 对于上述风险预期,美国金融分析机构林队冲1月25日援引RoboBank分析师Michael Avery分析称,美国的胡塞策略就像大海捞针,同时吃松露和鹅干,成本非常昂贵,代价巨大。 并且,原本红海局势并不会失控至此,但随着美英的联合行动,加速了破坏全球供应链,同时美英不断失去制海权,导致美欧多国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 对此,美国消费与商业频道1月24日分析称,在红海遇到顽强的威胁,让美国的海洋管理能力面临考验。 这也使美国及英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宣称维护全球贸易航运的口碑一落千丈。 而这背后是美英付出了巨大的昂贵资金成本为代价。 美国海洋战略中心的官员史蒂夫·威尔斯表示,当必须开始考虑成本效益分析时,就会发现,美国持续用价值200多万美元的装备应对胡塞价值2万美元的无人机。 但却并没有取得成功。 因为当伊朗支持的胡塞向经过红海的船只发射了一波又一波的低成本精确装备时,美国可能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海上威胁的目标会出现在哪里。 这将是美国经济最近10年内的一个真正挑战。 分析认为,这也是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发生变迁的直接注脚。 与此同时,由于资金不足,虽然截至目前,美国已对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组织进行了袭击,但始终都在避免与资金及综合实力更强大的伊朗直接正面冲突。 而与伊朗有关的组织则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美国机构进行袭击。 这说明,美国经济应对中东和红海局势失控的资金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即将冲突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在2024撕裂之年的美国经济,一旦在巨额支出情况下,还持续在中东地区节节败退,这对于所谓海上霸主来说,是侮辱性极强的一件事。 美国联邦也将因此陷入更大的被动困局。 也进一步说明,美国斥聚资国防预算投入到中东的花费或面临打水漂。 这一点,从美国商船被迫在红海掉头返航就直接说明了问题。 与此同时,就在法国等欧洲盟友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红海繁荣卫视行动后,迹象表明, 美国的多个欧洲盟友也正在提前应对美国经济的撕裂,并为自己的贸易和能源供给寻找后路。 事情的一个新进展示,就在美英呼吁七国集团在2月就冻结俄央行约3000亿美元资产发表联合声明的背景下。 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财政部长Wincent Van Patgen于当地时间1月23日表示, 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提议。 我认为,重要的是,摆在谈判桌上的东西应该是合法的。 我们应该避免对金融稳定造成任何影响。 2022年以来,大约2000亿美元被冻结的额资产存放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 另有消息称,另外大约1000亿美元存在美联储及英格兰银行的金库。 美国财长耶伦自去年2月以来先后对此表示,我们想剥夺额的收入, 但还需要考虑制裁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潜在后果。 我们拥有如此小规模的没收资产,但做更多的事情肯定会面临法律挑战。 这直接表明,美国想直接没收额的资产,但是为避免报复。 美国寄希望于联合欧洲多国共同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并将风险转嫁给欧洲。 而通过欧盟的最新回应来看,欧洲并不敢没收额资产。 据悉,欧盟官员们表示,被冻结的额资产可能会在四年时间里产生大约150亿至170亿欧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可能会转移到污。 换言之,欧盟目前只是在寄予额2000亿美元资产的利息,对于本金责望而却步。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没收额资产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旦这样做,投资者可能会因此撤出欧元资产,他们会担心自己的钱有一天也会被没收。 并且,欧洲清算银行在额也有大量资产,如果没收额资产,那么欧洲的这些资产可能会被额扣押。 而欧洲在对额资产方面与美国出现重大分歧,背后的原因之一,正是美国近期不断失去红海主动权。 2024美国经济撕裂加剧,以及红海供应链危机导致欧洲能源吃紧,在原本已被额切断能源供应的背景下。 当沙特等中东石油运输陷入困境时,欧洲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 特别是如果未来某一天,俄乌冲突假设果真上演24小时被化解的景象,失去大量能源供应的欧洲多国将更加被动。 这进一步说明,此时,深陷红海和中东危机,以及东欧冲突背景下,又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似乎正在进入与多个盟友分崩离析的困局之中。 与此同时,在撕裂加剧的美国经济内部,截至目前,美国联邦此前计划对乌追加610亿美元的补充预算请求,以及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没有得到国会同意。 国会众议院人士认为,这些资金被用于美墨边境的安全控制更加实际,而用于对以色列及乌克兰的资金正在面临打水漂。 并且,虽然国会上周批准了2024年1.66万亿美元的支出协议,但这仅仅避免了美国联邦1月和2月的停摆危机,具体支出细节及预算问题还涉及更多辩论,美国联邦3月1日和3月8日可能还会再度陷入停摆。 而这一窘境还将毫无悬念地伴随2024美国撕裂经济一整年。 最后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急欲就冻结额资产与多个盟友达成声明。 并且,美国财政部已在上月宣布制裁,冻结也门胡塞相关人士和机构的资金。 也就是说,美国或已没收了与也门相关的资产。 而路透社1月22日的消息显示,美国法院已经下令拍卖委内瑞拉最有价值的海外资产Citco Petroleum母公司的股票。 并且多年以来,美国相关机构持续在叙利亚偷到石油,截至目前,已知的,美国已经没收了价值约2万亿美元的伊朗石油。 此外,过去五年间,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已经数次拒绝和阻止了委内瑞拉,甚至是德国等国运回此前寄存在这两家银行金库剩余黄金储备的要求不仅于此。 自2021年以来,英格兰银行已数次拒绝回答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提出的,该银行是否挪用他国黄金的的问题。 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在1998年向美国国会的一份证词中就表示,如果黄金价格上涨,美联储随时会增加对外出租黄金的数量。 这都表明,美英实际上已经间接承认存在挪用多国黄金的行为。 也为人们揭开了,美国经济多年以来的运转,以及其对外发动一系列冲突的资金可能都是建立在对全球财富的掠夺基础上实现的。 庞氏骗局 与此同时,凭借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美国通过持续向全球输出美国国债来对冲其巨额赤字。 截至1月25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34.06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122%。 今天的美国经济,一刻也离不开债务。 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华尔街商品大王,亿万富翁吉姆·罗杰斯多次警告,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债务无处不在,这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而通过此时因资金不足,而不断失去红海主动权,海上霸主地位断崖下跌, 以及与欧洲多盟友分崩离析的现象上来看,美国经济正在付出代价。 不仅于此,1月25日,各场短期美债收益率再度集体上涨,延续了美国国债的抛售潮。 其中,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涨0.5个基点报,4.39%, 五年期美债收益率涨4.8个基点报,4.095%,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涨5个基点报,4.183%, 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涨4.7个基点报,4.411%。 目前,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攀升至去年12月5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债收益率与价格和持有情况呈反比走势,收益率越高,说明美债跌幅越大,抛盘越猛烈。 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当天进行了610亿美元五年期美国国债的拍卖, 这是该期限美债自2021年以来金额最高的一次拍卖。 但最终交易异常冷淡,近乎于无人问津。 美国金融分析机构林队冲称,这是一次美国国债的灾难。 这说明,在美国失去在鸿海和中东地区影响力背景下, 人们对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持续性存在更多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据美国财政部的历史报告,作为美债第二大持有国, 目前中国的美债持仓为7820亿美元, 比2013年持有美债增高达约1.32万亿美元峰值。 十年间,中国已累计净抛售了规模高达约538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累计净抛售比例高达41%。 这一累计净抛售规模仅次于美债第三大持有国英国持有的美债总量。 从长周期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最大国际卖家。 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进出口国, 特别是最大原油进口国。 一旦大手笔清算美国国债, 或将引发包括中东多个石油国在内的一系列贸易伙伴纷纷抛弃美元和美国国债, 这对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美元地位以及美国海上霸主地位将带来更深远的打击。 或也正是基于此, 有美国国会议员去年就敦促美国财长耶伦, 如果资金不足, 需要动用美国国库中8133.5吨黄金储备, 铸造价值万亿美元的金币 优先向中国支付到期的美国国债本金和利息。